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 有没有人记得这段经文我讲过道 记过的人请举个手 记得吗 你知道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是在古区国有进行会 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就是用这段经文 所以大家都不记得对不对 你知道谁记得吗 YouTube上记得 所以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说 其实牧师一般商年 兼重新讲过去三年所讲的 大家都记不得了 除非这个故事你会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用上帝话语的提醒 那传道人我们三年可以重新来轮子 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 现在是有YouTube了 所以也不能够 我们是轮到这里 我一定有所分享的是 新的选择在神的一边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听众上帝我们要感谢你 祝你的恩典足够我们所用 在我们的每时每刻 每一分每一钟当中 都能够赐上你的话语 来引领我们走前面的人生道路 祝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选择当中 也恳切求你能够祝福我们 让我们按照你的标准 能够合乎你的心意 为荣耀上帝你的缘故 做我们人生当中各样的选择 而重要的是 今天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刚刚来到你面前的人 让我们能够深刻思考 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抉择 就是信仰的抉择 你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选择当中 哲学家萨特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人呢 没有不选择的自由 从某一个方面来讲 我们人生就是一个 不断地选择的过程 是吗 我们从小的时候 你在选择 完了呢 我们上学了 要选择学校 选择什么专业 毕业了 要选择什么工作 还要选择娶哪一个 或者嫁哪一个 做你的先生 或者做你的太太 好不容易做完选择了 有一天你的太太问你 如果我的妈妈 跟我吊在水里的 你要先救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选择里面 而作为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来到这里 当我们称赏我们的神 为神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已经做了一个最大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最重要的选择 是我们选择相信 耶稣基督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当时呢 我们选择了信仰之后 我们可能在价值观上 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 待选择的优先次序 这种选择 圣经会告诉我们 耶稣要领受使命之后 他所面对的 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渡约荡河 你知道吗 渡河在战争过程里面 是最不容易的 过去 那个摩西渡过了红海之后 就意味着他真正能够怎么样 能够出埃及了 而现在他要面临一个渡约荡河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的 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就是意味着怎么样 联军怎么样 要胜利了 那国共战争的时候 渡过长江的时候 就意味着共产党又要打胜仗了 台湾的听众姐妹 对不起 这是历史事实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 所以你知道吗 在战事里面 渡河渡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胜利面前 灵袖也是最容易得意忘形的 而约苏亚的挑战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 当他渡河之后 他需要面临一个优先次序的选择 到底我要成圣追击呢 还是停下来 给以色列人醒隔离 显然圣经当中的约苏亚 他做了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背后所展现 所展现的这种价值观 却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的 我一定这么说分享的 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重要呢 还是人的理性推论 观察更加的重要 从圣经一到第三节里面 所告诉我们 约旦河渡过之后 这个时候对于这些 迦囊地的人 带来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 原本他们就非常害怕了 但是现在他们完全上党了 圣经怎么说的呢 他说他们的心消化了 不再有党器 如果我们从解雇的角度来说 第一章 第一节当中的经文 和第二章里面 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 拉和说话的内容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下一张图影片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能够看出来 他们是怎么样 一模一样的 所以圣经的叙述上的 都是一样的格式 但是经文里面 拉和所指的是什么呢 是过红海 而这些诸王们 他们所害怕的是什么呢 是过约旦河 所以这种光联的继续 也就是作者 有这样的方式去表示 显示了耶和华上帝 是以色列百姓 四十年前的神 也是以色列百姓 四十年后的神 而这种的光联 也显示了 上帝耶和华神 怎样与摩世同在 也被照样与约苏亚同在 虽然敌人的心都消化了 但是在这个时刻里面 你看圣经里面就知道 上帝却给约苏亚 下了一个命令 就是第二次 给以色列人行割离 你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行割离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理由有以下几个 首先呢 约荡河本来是 迦南人的天狼 一个屏障 而且呢 洪水泛浪的春季 在那个时候 那河上也如果渡河的话 更是囊上迦南 当时呢 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他神迹性地渡过了约荡河 因此 迦南人的士气 完全被瓦解之后 而以色列人 刚刚因为经历一个大的神迹 所以正是他士气 最为高昂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无论 从常理分析 或者从军事观察来看 这个时候 应该是约苏亚 成圣追击的最佳时机 而醒割离呢 就丧失了这个机会 第二个原因 醒割离要知道 是一个男性的 一个外科手术 它是有疼痛和待痊愈的过程 而在战争期间 做这个事情 实在是尤为怎么样 军事常识的 你知道吗 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 曾经有过这深刻的影响 大家记不记得 当雅各的儿子 你知道雅各的一个女儿 他被事件成的公子 叫事件的人给玷污了 后来呢 这个两个哥哥 过去跟他们说 假假地说 好 我把我的妹妹嫁给你 当时呢 你们全城的男弟都要怎么样 行割离 圣经会告诉我们 当这些世界的人 当他们行割离 还在疼痛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过去 把全部的世界男人 都给杀死了 这是犹太人历史里面 他们所知道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 行割离的话 如果敌人来了的话 那整个以色列人 就会陷入一种 危急的状态里面 你知道吗 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说约旦和 史迦那人的天然保障的话 你现在已经渡过约旦河的 以色列人 就是进入一种 没有保障的敌区了 在这个平原里面 耶利哥的平原里面 你是完全暴露在 敌人的誓言之下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行割离 你不单单能够 抓不住机会去打胜仗 而且你可能怎么样 如果敌人过来攻击的话 你怎么样 你就全心覆没了 所以有这样不行割离的理由 第三节圣经会告诉我们 约苏亚就制造了火石刀 以回应上帝的旨意 也就是说 在约苏亚的优先次序里面 他选择上帝的丰富 听从上帝的丰富 他不选择胜利 他不选择他的逻辑 他的理性 他经过常识和经验里面 所告诉他的去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里面 有很多的抉择 我想请问大家 你是依据什么做决定的 来美国还是不来美国 来美国之后毕业了 回去还是留下 学什么样的专业 买什么样的车 你买什么样的衣服 哇 选择太多了 我还记得我奶奶以前 在世的时候 她小时候跟 哎呀 以前太简单了 都不需要选择穿什么衣服 因为呢 你知道在中国那个时候 她那个时候 我们在中国的衣服 都是一个颜色的 一个模式的 都不用选择 现在问题选择很多 我们是依据什么做选择的 依据经验 依据常识 依据你的理性做观察 依据你的逻辑进行推论 依据你的分析 依据你权衡利弊的结果 是不是 这是我们通常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在座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用的一种工具 做这个选择 你知道吗 当时很多的时候 问上帝这个时候 在我们各样的选择当中 他在哪里 上次我提到一个神学家 叫潘霍华 做蒙头的代价是 他早期的作品 后来呢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监狱里面 后来在关于监狱里面 他写了很多的文字 有人把它集结成书 叫欲中书解 虽然很不完整 但是他的一些言论 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特别是有一句 叫无宗教的基督教 有人按正面去解释 他说我们要在一个 神的终极的真实之下 过一个守纪律的生活 这个是比较正面的去解释它 但是也有很多激进的神学家 他们就用这句话得到助力 他讲的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成人了 我们要活着一个像成人一样的 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是什么意思呢 小孩子的时候 你需要父母 需要监督的人 现在你长大了 你就不需要了 所以有人呢 其实后来发展出什么 神史神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的理性很发达 我们的科学很发达 我们要像活着一个 像成人一样的 不要老是依赖上帝了 这是不是错误的 所以呢 潘霍华就会 他后期的作品 就会带来很大的争议 那从神学 我们向我们福音派的角度来换 这是不是错误的 弟兄姊妹 您是不是不同意啊 这是错误的 我们生活里面 需不需要上帝 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上帝 大家都点头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想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的行动 是怎么样推翻 我们的神学的 你现在想想 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上帝的自己 到底能够给你 左右的道 能够有多少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常常说的 耶稣能够在地上的时候 行神迹的时候 叫随便成酒 现在的婚宴需不需要随便酒 在座结婚的时候 需不需要耶稣随便成酒 不需要 为什么 那么有很多的酒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不需要耶稣随便酒 所以我耶稣都不要了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现在的婚宴 我们不需要耶稣随便酒 当时我们的婚宴 我们的婚礼 在座的弟兄姊妹 需不需要耶稣 牧师刚刚儿子结婚 需不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人生里面 你可以用你的智慧 去做选择 你要相信 这智慧本来就是 上帝所给予你的恩典 我们用我们的常识 用我们的推论 能够做出很多很多的选择 但是问题就是 有一些时候 我们这些推论所得到的结果 好像很好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 我们要到底听上帝的话呢 还是听你的理性 你的常识 你的经验 所告你的选择 所以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当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事业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你的学校在座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选择上哪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需要思考上帝怎么说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实现了很多 教会的管理和行政决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参考很多众多的资料 我们可以参考以往的经验 当前的需要 以及未来的一些愿景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这些资讯很丰富 很有力量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往往忘记了 上帝怎么说 当然 一般我们每一次会议之后 都会有个祷告 对不对 祷告 是不是可能只是增加 我们一点点的安全感而已 什么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有显明性的旨意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告诉我们 包括信耶稣得永生 你要圣洁 包括实界的道德律要求 这些都是上帝的显明性的旨意 神的旨意也有隐藏性的旨意 这些隐藏性的旨意 就包括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的 上帝没有告诉你 圣经也不会告诉你 而这个就需要我们怎么样 去祷告和等候里面 去寻求神的旨意 当然不是说基督徒 要小心掉在一张神秘族意里面 我们不是天天猜想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梦有什么意思 不是这样 但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读经 听道 庄严神学和言经 来寻求上帝在圣经里面 说过的公开性的旨意 阿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学习 祷告和等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寻求上帝 没有公开说过的 隐藏性的旨意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读经和祷告 不是可有可无的 阿们 我们的祷告 我知道很多的时候 你选一个大学 或者你做一些人生 一些选择的时候 好像我们都是经过 经过很多的一些 别人的经验和常识 所做的一些决定的 做完决定之后呢 我们匆匆忙忙来一个祷告 上帝要交托给你 包括我们在理事会里面 教母会里面 我们可能做的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们也是根据一些国王的经验 教会的现状 做一些决定的 去祷告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祷告 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各位同工 无论是教母会 执事会 还有理事会 或者堂旗会 或者我们每一个人聚会当中的 会前的祷告和会后的祷告 不是可有可无的 阿们 不是可有可无的 求上帝能够特别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为自己的人生 为教会我们的未来 去寻求上帝的旨意 神的旨意比我们的理性观察 更加的重要 那第二个方面所告诉我们的是 与上帝的关系 行割离重要呢 还是人的成功和胜利重要 第四字八节里面 要辩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为何要行割离 所有行割离的人 第一代的都已经在怎么样 都已经去世了 除了加勒 还有谁啊 约苏亚以外 都死在旷野里面了 圣经没有暗示我们 以色列人应该行割离 当时经 为何应该行割离啊 当时经文里面描述了 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困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他们没有得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地 他们没有看见流奶于蜜之地 现在呢 约苏亚所带领的新一代人 有机会承受这地 但是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在承受这地之前要行割离 行割离是怎么来的 源于上帝与亚波拉罕所立约的一个记号 所以以色列人在漂流过程当中呢 他们也没有行割离 现在呢 上帝要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 要进入迦劳的时候 要他们行割离 就是为了重生他们与列祖 他们与列祖所立的约 他们的列祖与上帝所立的约 希望他们能够吸取教训 希望能够他们信靠真神 希望能够他们与上帝从立 建立一个密切和美好的关系 然后呢 再能够进入征服迦能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行割离是什么 是一个礼仪 对不对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这是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一种记号 就像一个戒指啊 戒指在结婚过程里面 交换的戒指 是他们爱情的什么 记号来的 我这个戒指不是 原来在结婚的时候 那个戒指 那个戒指 结婚的时候 那个交换的戒指 来美国的第一年 还第二年就丢了 丢了之后呢 周立在网上给我订了一个 才六百美金 所以你看 现在都暗了 但是我还是戴了七年 不敢拖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爱情的记号 行割离是一个手术 对不对 当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记号 所以呢 行割离是一个手术 会使得包括军地在内的 所有的男士们 这个兵丁们 失去战斗力 当时 以色列人已经渡过了约道河 他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 在敌人的灵毒上行割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行割离是一个疼痛的话 大家都不想疼痛的 而行割离 如果约束亚天宠神的旨意 所做的这个决定 他不能够打胜仗 而且可能会怎么样 陷入这威胁的当中 但是约束亚他宁愿 选择与神的关系 你知道从时间管理的角度 我们看 有会分 下一张 紧急且重要 重要不紧急 不重要当紧急 不重要也不紧急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对不对 如果我单单问你 你说重要的事情先做呢 还是紧急的事情先做 你们怎么说 应该是什么 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先做 对不对 救活 包括你孩子生病 适时度去医院 或者你救人 这些既重要又紧急 需不需要有人教啊 不需要的 你知道我们最忽略的是什么 我们最忽略就是什么 重要 但是不紧急的事情 与上帝关系的建立 这是一个很重要 紧急不紧急啊 好像不紧急 我以前一个学生说 我今天不祷告 上帝还是很爱我的 好像是很重要的 我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当时好像不紧急的 就像婚姻关系也很重要 紧急吗 好像不那么紧急的 身体健康重要不重要 重要紧急不紧急 不紧急 所以我们才不断练 对不对 所以如果并到一个 既重要又紧急 赶紧急医院 那个时候 你不用别人教的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最忽略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不紧急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与上帝的关系 比我们的事业成功 更加的重要 与上帝的关系 比我们的服事成功 更加的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 所在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爱主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所以在约翰 福音的第二十一章里面 耶稣上次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 当彼得说 我爱你的手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的手 这个时候 耶稣才把 事工交在 他的手里面 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 基督徒 求上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我们要谨慎 小心在服事的过程里面 我们忽略了 我们所服事的主 我们不要把服事本身 变成我们的偶像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 第六章的第三十三节 会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求他的义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 他就将怎么样 加给我们了 我们需要实践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 优先选择 之后我们要相信 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 这样的圣经应许 所以这是圣经里面 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第三个方面是 神的肯定重要 还是人的称赞 喜欢更加的重要 第九到第十二节里面 所告诉我们 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约苏亚实施割离的行动 不仅仅可以 可能让他们陷入失败当中 而且是让他们 肉身疼痛的 相信会有很多的 以色列人怎么样 不会理解的 你要知道 以色列民当中 他们的康家本领是什么 就是抱怨 这些人都是抱怨庄家来的 但是上帝现在 让他们行割离 肯定不会得到 他们的欢喜 但是圣经会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 受往割离之后 圣经怎么说 等到痊愈了 你知道 行割离前商天 是最疼痛的时候 后几天稍微会有好转 但是在这个旗舰里面 家囊人怎么样 没有成绩过来攻击 这应该是出于 约旦河渡河之事 神迹让他们惧怕 当然更应该的是 上帝有特别的保守 而痊愈之后呢 第九节 神对约束要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虏 从你们身上怎么样 滚去了 什么是埃及的羞虏呢 可能的解释有三种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指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和旷野漂流的时间里面 拜偶像所带来的羞虏 可能是指 以色列人在加迪斯 这个巴尼亚 没有相信主 而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之地 而受到耻辱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 维努之时 没有办法自由地受割离 而带来的羞虏 无论如何解释 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认为 他们行往割离之后 羞虏现在从你身上怎么样 给滚去了 这就是要表明 上帝对以色列人 行割离一种极大的肯定 紧接着呢 行割离之后 你看圣经的话 十四日的往上 割离的伤口应该还在疼痛当中 但是以色列人就马上开始怎么样 熟逾越节 而到了逾越节赤日之后 以色列人就吃迦南地的土场 古物 他们过去吃什么的 吃玛拿的 现在呢 马上就吃古物 而接下来的第二天呢 上帝就止住了玛拿 也就是说 现在以色列人就开始 吃迦南地的古物 做日常的饮食 他们不再需要玛拿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要说明的是 因为古物两食物呢 代表 现在开始吃古物呢 就代表了他们不再与 旷野的漂流斜接 也不再与埃及的羞虏相干了 现在以色列人要进入一个新的一夜 旷野的时间已经过去 现在已经应许之地已经来临了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 逾越节 与应许之地有了新的联系 因为他们过逾越节 就是纪念出埃及第十二章里面所说的 当时逾越节就成了他们离开埃及的一个提醒 现在他们再次守逾越节 就是进入家囊的一个纪念 所以割离之后 羞虏的滚去 玛拿的宗旨 他们又过逾越节 又去地上的出场 都显示了上帝对于他的子民的不离不弃 也就是说 约苏亚他醒哥里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得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肯定 当时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上帝对于约苏亚醒哥里表示极大的肯定 在这里面就会有个优先次序的选择 你是在乎上帝的肯定的 你还是在乎人对你的看法 你会发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 以前是家长 后来是老师 再后来是同学 是朋友 特别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成人之后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是关系性的一种 特别是在关系性的社会里面 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 事业的消费 事业上 你的消费上 都在做比较的 那之后呢 我们长大了 现在比较什么 就开始比儿女了 谁的儿女上的大学上的更好 她的世界更成功 是不是啊 做妈妈的都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过年了 特别是现在过年 你知道在中国现在有一个产业 很横幅 我昨天查了一下 还真的是很大的产业 就是租男友或者租女友 因为过年了 家长都会问 这个是最近在网上很流行的 我不知道是别人杜撞的 还是呢 还是真的是一个小学生写的 这小学生怎么说 我的愿望 他说马上过年了 请做一个 这个招人待见的叔叔阿姨 别逮着一个小朋友就问 你考了多少分了 你在班级里面几名啊 他说我问你们工资多少了吗 我问你几套房子了吗 我问你换成了吗 我问你要二胎了吗 他说文明你我他 幸福中国年 回家的时候不要问这些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你 你对于过年的一个 一个印象是什么 对我来说过年很幸福 但是对我来说 我也最怕长辈们问 你的成绩多少了 很多的过年过程里面 都是一种比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在比较里面 有很多人 有一些很多的人 变得更加的骄傲 在比较里面 有很多的人 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比较的当中 我们忽略了 我们应该为谁而活着 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比较吗 比较谁更爱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挺好的 比较谁服侍的更多 但是我们可能会比较 更在乎别人 对我的看法 我们会在乎 别人对我服侍的肯定 如果我们没有 得到肯定的时候 我们会受伤 或者我们为要 得到别人的肯定 我们学会了假冒虚伪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盼望这段的经文 能够提醒我们 我们的价值 不是建立在 人的称赞上 我们的价值 是建立在 神的肯定上 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 在威士明斯的 要理问答里面 所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 永远以祂为乐 我们特别的 需要谨慎的防省 我们是否把事分 当成自己的舞台 我们为了自己的名誉 我们紧张自己的 付事分国效 仿佛只有即时的国效 才能够肯定 我们眼中 别人的地位和看法 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是为了迎娶 声誉的场合 我们的实付事 来是单纯的忠心 当纯的顺服 所以上帝 不是帮助我们 去建立自己的王国 我们的事分 不是用来肯定 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特别是在一个群体的信仰当中 当我们一起配搭服事的时候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应该以荣耀上帝 为最高的目的 阿们 在具体的方面上 当我们面对同工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事工的时候 我们需要懂得聆听 懂得细心观察 也懂得防省 懂得分析 懂得尊重 我们也懂得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会告诉我们 无论做什么 我们一起念好吗 无论做什么 都当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所以这三个 就是我们今天 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神的质疑重要 还是人的理性推论 观察更加的重要 与上帝的关系重要 还是我们个人的成功胜利 更加的重要 神的肯定重要 还是人的称赞和欢喜 喜欢更加的重要 在南北藏经期间 有人建议林肯 要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能够站在他的一边 但是林肯总统回答说 不 不是我们要求上帝 站在我们一边 而是要我们 站在上帝一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面对选择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 站在神的一面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站在神的一面呢 为什么我们要站在神的一面 神的旨意比较可靠 人的理性不可靠 同意吗 同意的 对不对 因为神的势力和能力比较大 所以与上帝寡好刚性地 得到他老人家的肯定 比这些短暂的成功 屈服的荣耀更加很划算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一个 功利主义的一个逻辑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上帝一边 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上帝的一面 你知道吗 约书亚作为领袖 带领以色列领进迦南 是继承当年上帝呼召摩西的延续 对不对 是继承那个时间的 在那里上帝呼召百姓听从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上帝呼召百姓 现在上帝的百姓 包括约书亚 要站在上帝那边 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 一起念 《图埃及记》的第六章 第七到第八节 一般爱情 我们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荡的 我其事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临近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各位长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站在上帝那一边 不是因为其他 只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他的百姓 我们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所创作的 很重要的是 我们是他拆遣自己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钉在十架上 用宝血买熟的 所以我们站在上帝那一边 不是因为他可以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好处和祝福 只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神 我们是他的百姓 所以我站在上帝那一边 我站在上帝那一边 我愿意遵循神的旨意 我愿意追求上帝建立光系 我愿意追求上帝的肯定 只是因为他是我的上帝 我是他的子民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 在我们人生里面面对很多的抉择 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泛滥的时代里面 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追求事业 在追求人际关系 我们在追求自己的儿童 儿女教育 或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常常迷思自己 我们常常不把你当成神了 我们常常把我们个人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把你排除在外 我们的上帝只是我们祷告中的上帝 却不出现在我们任何的抉择当中的时候 主要求你能够赦免我们 特别是当我们在服事过程里面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们可能就把你放在我们服事之外 我们会议之外 我们只是开完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 邀请你进来 求你赦免我们 这也更切求你能够祝福在中的每一位朋友 来到你的面前 也求你能够让我们严肃思考 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追求自己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内心良知里面 常常在一个 很多的时候在问我们 我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着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你面前 我们有了答案 因为你是我的上帝 我是你被救赎的子民 我是你所创作的子民 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 站在上帝那一边 不是老上帝站在我这一边 我们愿意仰望主 仰望基督 在房事上任何的事情 我们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